我是觉得 以口感的方面 我会觉得 你就是那个 油种饱满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ya奶爸 今天呢我们来PK 云顶十年 跟奇葛论十二年 喜欢我的频道不要忘记按个赞 留言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还有Super Thanks哦 这个礼拜我是想PK这两个 Compare 镇的威士忌 是因为我觉得 两个威士忌的品质真的很不错 那我们来先认识 他们的历史 云顶其实在1828年 就是Archibald Mitchell 他创办了云顶 那他过世的时候 他因为没有亲生 所以他留给他的姿子 就是John & William Mitchell 这两个兄弟就开始 做这个云顶的酒厂 开始酿酒嘛 然后在1872年的时候 这两个兄弟 吵架 William 另外一个兄弟 就决定离开云 自己开自己的酒厂 叫Glenguile Distillery 然后 他就这样子就分开了 然后John呢 他就跟他的儿子 继续开云顶 所以你们会看到他们的公司的名字 是J&A Mitchell 他儿子的名字叫Alexander 所以变成J&A Mitchell Company 好 那到了1925年的时候 那时候世界大战一刚结束 然后又遇到了经济大萧条 又遇到了美国禁止喝酒 所以整个威士忌的行业都垮下来 所以那时候Glenguile 那个William的酒厂卖掉了 卖给格兰蒂 在1933年的时候 因为经济大萧条结束了 所以在坎贝尔镇 以前是威士忌中心 有30几个酒厂 就变成剩下两个 就是云顶跟格兰蒂 好 那在2000年 就是Scotch Whiskey Association 他们有写一些基本 那个Rules 就是一些规则 他们是说 如果你要当一个 地区的威士忌产量地区 你必须需要三个酒厂以上 那怎么办 凯贝尔镇只有两个酒厂 所以那时候Hedley G Wright 就是Spring Bank 就是云顶的主任 决定他会再重新开 祖先的酒厂 就是他会从格兰蒂买回来 可是那时候 买这个Glenguil的名字太贵了 如果要放在土瓶上 所以他决定把它 把那个名字换一下 那Kilkaren 这个名字的来源 就是盖尔鱼的那个 他叫Sanlock Kilkaren 这个的意思就是一个圣人 叫San Karen 他有一个教堂嘛 然后在湖旁边 所以他们就说好 决定叫他Kilkaren 这支威士忌 然后他们在2004 开始争用Kilkaren的威士忌 两个威士忌就是46%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力跟五条色 然后两个都是用6个小时的泥霉烘干 然后30个小时的热风去烘干麦芽片 这样子他们会有淡泥霉的香气 而且他们都是在同个酒窖 去收成他们的威士忌的 所以两个风味都应该是一样的 那我们稍微来讲一下 他们两个的不一样的地方 这样子我们才会比较清楚 Spring Bank的部分 它就是用60%的波本 然后40%的雪莉酒 去勾兑这样调和出来 那齐克鲁呢 就是用70%的波本 跟30%的雪莉去勾兑的 然后最大的差别 就是他们蒸馏器的部分 齐克人都是用那个 植壳管冷凝 然后也是用那个蒸汽加热 云顶呢 它是有利用那个重铜冷凝 然后也是有利用那个直火加热 去蒸馏它的威士忌 然后最大的差别就是蒸馏器上面的部分 就是那个0NB 齐克人呢 它就是7度往上的0NB 云顶呢 是7度往下 那这个是有什么差别 就是我们先看云顶它是7度往下嘛 这样子它9体 它在蒸馏的时候有一些比较重的9体 它到了0NB那边就是蒸馏器上面 它会看到哦 是往下的 所以那些比较重的9体 它们就直接滑下去 齐克人呢 因为有7度的坡嘛 啊 那个比较重的9体到0NB那边 它说啊 爬不上去 然后又会回 掉下去 然后会做一个reflux 就是回 回流嘛 就是蒸 蒸馏的时候 他们叫reflux 就是回流 然后只有比较轻一点的那个9体 会上去 所以这样讲 有14度的那个0NB的差别 就我们等一下会就知道 可是我认为齐克人会比较清爽的口感 然后云顶是比较有厚重的 好 那话不多说了 我们来闻香吧 齐克人 齐克人的闻起来就真的比较清爽 就是有花香 波本的那个掉心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有柠檬 然后有柑橘 就是比较清爽了 好那我们来闻香云顶10年吧 云顶的闻香起来 它就是比较真的有雪栗 有比较明显一点 就是有那些干葡萄啊 然后 它也是有那个很冤熏的味道 然后 就是好像在海边这样子 有海风海水边 因为毕竟Cumberton也是 那个酒窖是满进海边的 就是 有咸咸的味道 好那我们来开始喝吧 齐克人十二女 它味道就是有那个柠檬瓜香 比较清爽 然后后端就是有一点那个鸳熏的味道 然后咸咸的 然后也是有那种 好像咸起司的味道嘛 就是 这个就是云顶的特色 就是有那种 好像发霉的味道 就是起司 好我喝个水 然后我们去 云顶十年 嗯 嗯 云顶呢真的 它口感很油很重 嗯 可能从同仁 跟那个 林恩碧往下嘛 就真的 两个风格是不一样 可是他们后面 就蛮像的 就是有那个 起司 蓝起司的味道 就是 我上次有做品酒会过 我跟我那个 有参加的人说 这个就是云顶的美味 就是发霉的味道 嗯 就是很棒 然后云顶十年 我再喝一下 嗯 它就是有那个 雪莉的 调性比较明显 然后有那个 好像雪茄 雪茄的那个盒子 Cigar box 嗯 喝了这两款酒 真的你会觉得 好酒真的要慢慢 拼饮 要慢慢享受 接下来我是觉得 呃 以口感的方面 我会觉得云顶还是胜利 就是那个 有种饱满 就是 就是因为 我跟Jeff有 有稍微聊过 这个就是那种 dirty style的东西 就是 换句就是比较脏心 比较做复杂嘛 就是比较油 然后 这种威士忌就是很饱满 就是喝下去 你真的会比较享受 这个就是一个好酒 齐克伦的部分 真的 它口感就很清爽 很适合那个 暑假的时候喝 就是热天气 那云顶我感觉就是比较 偏 呃 冬天的时候 然后齐克伦就可能就是 夏天的时候喝 嗯 那CP值来讲或价钱 我们先讨论 云顶十年现在 呃 市价大概 三千到三千五吧 所以 以十年的威士忌 它算是蛮高的 可是 喝车 你喝了云顶十年 你会觉得 这个就是 那样的价钱 嗯 就因为 他们产生量不多 所以就是这样 齐克伦的部分 它就是 一千 六到一千八 这个中间 所以 以CP值来讲的话 我还会给 齐克伦 因为它 你看 几乎你可以买两瓶 齐克伦 然后一瓶 或是一瓶 云顶十年 所以 嗯 你还是要有一个 好像天天喝的威士忌 那你就要选 齐克伦 以分数来讲 我会给 云顶 九十二分 然后 齐克伦其实 不会差很多 我会大概给 九十一点 七五分 超近的 嗯 嗯 所以两个就是很棒的 如果光是那个 味觉 我 云顶还是胜利 嗯 齐克伦 其实也是很棒的 好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礼拜的 PK 云顶 Comparsen PK的节目 啊 如果你们有什么 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 欢迎讨论 嗯 好 那 谢谢收看 下次再见了 拜拜 好 好